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讲这个回向 怎么讲呢 这个向啊 是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向南的方向 但是在这里说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不是外面的事情 不是东西南北 是你内心里面的方向 你内心里面有 是内心里面什么方向呢 就是你的自愿 你内心里面的自愿 法国经说 诸有所作常为一世 我做这样事也好 做那样也是好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常为那一件事 就是想要成佛 想要成佛 这所谓的方向 所以小时候在学校里面读书 读这个书读那个书 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想要做医生 那么你的方向就是要做医生 其实做医生也不是方向 最后方向是什么 就是要赚钱 赚钱是一个方向 赚钱是什么 那么为了享受 就是世界上的这些有漏的境界 那么现在啊 在佛教徒 我们是归佛 归法 归圣 不管出家人 在家人 在家居士 只要是佛教徒都应该回向 就是在我们内心的这个方向 这个志愿 要转变一下 回你回则转业 转变你原来的方向 我们凡夫啊 就是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举心动念的时候啊 容易啊 流落到有漏的境界上去 就是爱着世界上的无欲 很难呢 一下子就要 涅槃离心意 维慈意法师 观世唏嘘亡 如环梦八角 这种高尚的意愿呢 很能在我们第一年就是 很难 不容易 不容易的 我头几天好像我说过啊 我们呢 从小出家 出家几十年了 做梦的时候 总是出家人 就是出家人在庙里面 或者是 坐禅呢 或者是念佛 和谁说话 总是佛法的范围内 你出家晚了 年纪大了出家 出家了可能多少年了 但是做梦的时候 不容易是出家人 在梦里面 不容易 这一生啊 在社会上几十年的熏悉 这个熏悉的思想啊 不容易转变了 不是容易的 所以现在呢 你出家人做什么事情也好 经论上开示我嘛 要回向 要把你原来的那个意愿呢 转过来 要转过来 你要不做这么一番的回向啊 还就是原来的旧家风 还是原来的老家风 不容易改变过来 这是难的 很难 好 好 他用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啊 去布施去啊 他的目的何在呢 就是回向无上菩提 愿得无上菩提 他的目的是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有钱了 有钱这个钱干什么呢 我去造房子啊 我有钱去买车 就是用这个钱做这个用途 所以现在这个菩萨 他去行布施啊 去或者是救护一些众生 或者供养一些佛 供养一些大阿罗汉 或者做种种功德 也等于是发财了 那么这个财做什么用呢 回向佛道啊 愿意持功德啊 得无上菩提 他就是 就这样限定他一下 好 我们这个啊 妄想纷飞的人呢 就是更重要了 要这样把它整理一下 我预定 这个功德做这个用途 不然的话啊 我们啊 就被我们日常的啊 这个虚妄分别的 这个有漏的分别心呢 把我们的功德变成 有漏的功德了 所以社会上的人呢 他也可能会做一些慈善事业 他并没能像佛教里面呢 还要回向 他可能没有这种想法 但是他将来会得国报 得什么国报 就是世界有漏国报 因为他平常的思想就在那里 就是也是回向量 他就是回向一般的那些 晨老的事情 希望身体健康的 也是对的 希望自己的眷属是圆满的 寿命是很长的 总是这一切的事情 希望能做火荒 希望怎么怎么的 就是这些事情 那么就不是佛法的方向量 那么欢迎